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探店之旅 大家看到我前面的这两杯啤酒 应该就知道了 我们今天要探的是一个主打啤酒的店家 这两杯啤酒都是经过精心酸 量制的精量 先说一下这个店在哪里 这个店是在我们亲眼著名的怀旧圣地 这个糖果时光 它是由一个旧厂房改造而行的 所以周边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怀旧 怀旧风非常的浓烈 各位小伙伴的有空的话可以来这里 怀念一下青葱时光 然后这家店正好就在 这个整个糖果时光的中心位置 然后整体的氛围感是好的 它的凳子是用那种藤凳 显得了更有年代感 而且它会播点小音乐 这些小音乐更加让人的感觉到放松 刚刚我们两杯啤酒已经上来了 右边我右手边这一杯是玫瑰果皮 玫瑰果皮 这一杯是白皮 都是精量的 这杯玫瑰呢 它就带有玫瑰的香味 酒的味道并不是特别浓烈 而这一杯是白皮 它就更加的纯一点 就是纯的啤酒的味道 它不容易让人有种上头的感觉 好等一下呢 等小吃上来 我们再把啤酒跟小吃一起品尝 再给你们点评一下 好我们现在呢 所有的可以吃的都上来了 这个套餐是48块钱的 两个打啤酒 加上一个薯条 一盘鸡丝 一盘花生米 再来一盘鸡块 我现在的都闻到阵阵香气 真的忍不住了 我们先吃吧 这个鸡块我觉得应该很好吃 这个鸡块 夹的真的很脆 再吃一下这个 它这个炸的还是比较有讲究的 外面的皮都是很金黄金黄的 炸的很脆 然后里面的肉呢 又是很鲜嫩的 这个火候掌握非常的需要有一种工艺感 仅仅不错